三年前莫拉克台风让蓝宇的狼岛国小几乎全毁 小朋友没有地方上课了 当时校长四处求援 而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就适时的伸出援手 让蓝宇的学生有了新学校 这种大楼今年四月完工 即使经过八月天平台风的摧残一样屹立不遥 让蓝宇小朋友的教育不再因为天灾而中断 这是今年八月天平台风很早蓝宇的话 岛上唯一的农会超市和加油站全被风浪洗毁 机场港口也同样惨不忍睹 但有一栋大楼却屹立不遥 这栋大楼叫做长荣日出 三年前莫拉克台风把蓝宝国小重创成围楼 前校长对外求援却四处碰壁 只因为对政府而言蓝宇不算灾区 就是第一时间我们岛上没有记者 没有记者就没有人把那个灾后 那个路被塌掉了然后被冲垮了 没有人拍摄没有人把这个 回家起来眼眶都红了 而最后能重建校园只因为总裁的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让朗岛国小重获新生 孩子能够再度回到校园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笑容 但这个美丽的小岛几乎每年都会受到台风的重创 缺乏社会的关爱这些孩子的笑容能够持续多久